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早上都要錄這段節目 因為傳來了一個突發消息 在香港時間今天的凌晨時份 美國參議院突然通過了一條非常重要的法案 叫做香港人權法 而且是全體參議員一致通過的 這條法案在眾議院通過 以及經過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以後 就會正式生效 我相信這條法案在眾議院通過的機會 也是極高的 而且很快也會完成相關的程序 香港自治法有什麼重要呢 最重要之處就是在制裁對象方面有著脈 而且是填補了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的漏洞和不足 也是一個加勒的版本 到底香港自治法的制裁對象是什麼呢 它就是針對那些 破壞一國兩制 破壞香港高度自治的 個人 組織 或者是企業 而被制裁的對象在美國的資產 就是會遭到美國政府的凍結 香港自治法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呢 就是在於 制裁的門檻 調低了很多 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正如葉劉整天所說 制裁門檻相對來說是高一點的 因為被制裁的對象 必須要干犯到 嚴重侵害人權的罪行 例如屠殺之旅 才會被列入制裁名單當中 香港自治法的制裁門檻 相比之下 就是調低了很多 只要是被美國政府判斷為 破壞一國兩制 或者是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 就可以列入制裁名單 而且這次這個法案 還牽涉到一件事 叫做二次制裁 就是什麼來的 就是對於那些 和被制裁對象有交易的銀行 和金融機構 都會被制裁一份 這些銀行和金融機構 將不能夠和美國再做任何的交易 而且不能夠採用美元來結算 即是等同於廢了 銀行和金融機構絕大部分的功能 即是說要在金融方面 對於這些被制裁的對象 趕絕 好了 現在這樣搞下搞下的時候 當然 分分鐘就會醞釀變成了一場 金融戰 因為 很多大陸的企業 都會來到香港那時候上市 一旦某一家的企業 原來他是遭到美國制裁的 然後他又來香港申請上市 到底聯交所是批不批他好呢 如果批的話 會不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 甚至乎是連交易所都被制裁一份 真是天曉得 因為過去美國的制裁對象 全部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或者是貧窮落後國家 未聽說過有相關的案例 故此目前這一刻都很難判斷 但是就只能夠說不是說沒有機會 因為根據法律條文就是這樣寫 而且香港自治法亦都說明 公司是有機會被列入制裁對象當中 一旦他們被制裁的時候 在美國的資產就會遭到凍結 故此這次真的牽連甚廣 當然有些人就會質疑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都說制裁 到現在都是指紋樓梯響 我就認為要將這兩條法律 分為兩個層次去看才行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由於制裁門檻比較高的關係 故此在守正方面一定是比較繁複 你要證明得到 被制裁的對象 真是乾犯了一些嚴重侵犯人權的罪行 而且是沒有疑點的 當然會相對困難一些 但是香港自治法 由於制裁門檻低很多的關係 故此在守正方面一定是比較容易的 而且在判斷一個人或者是公司或者是機構 到底有否違反一國兩制 有否違反香港的高度自治 所牽涉到的主觀判斷成分 肯定就是高過 說你要判斷一個人有否乾犯過人權罪行 是不是 因為你違反一國兩制 違反香港的高度自治 那個解釋權就在判定你那個人的手上 就不是全國人大 因為美國的國務院要制裁你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解釋權在美國那裡 只要他判定你是 你就是 你也無從辯解 他也沒有一個機制給你解釋 所以這個制裁門檻是低的 總之他說是 而且國會也通過了說是 這就是 所以這就是兩種層次 那究竟 為什麼會突然加速通過呢 本來在昨天才有一個網站Political 傳出了一個消息 就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打算叫停這個法案 現在這個法案都通過了 豈不是是假新聞 我就告訴大家絕對不是 因為根據參議員Fan Hollen所說 說這個法案本來在上個星期的時候 就應該通過了 只不過 當時有一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Kalvin Kramer 認特朗普的要求 就臨時反對 故此才拖到今天 但是既然在今天都通過了的時候 肯定就是白宮方面開了綠燈 所以我為什麼說判定 這個香港自治法在眾議院很快會通過 而且特朗普一定會簽署就是這個意思 昨天我就聽到有些分析 就說特朗普對於香港的支援 就是減慢了 或者是沒有再好像以前那麼熱情 諸如此類 我就覺得這些完全就是 亂說的 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為什麼特朗普會改變了想法 開回綠燈呢 我的研判就是 跟這個貿易協定有關 由於特朗普本人 對於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定 就是非常顧忌 他經常擔心 到底大陸佬會不會忽然之間走去走數呢 會不會跟你簽署完之後 變成了一份歷史文件呢 故此他本人自己的承認 在新疆的議題上 他是作出了多少讓步的 其實都接近是隻眼開隻眼閉的了 特朗普只是要確定一點 就是中國真的手信用 履行承諾 總之在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答應了買多少錢的貨品 他就真的買得到 特朗普也會收貨 而特朗普之所以這麼重視 這個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無非就是把這個協議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績 是可以拉攏得到選民的支持 尤其就是農民的支持 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 似乎這一招真的不太臭 首先來講 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 是就是減少了 只不過 買貨方面就是遠遠不達標 舉個例子 農產品在頭四個月 只是達標了百分之十二 換言之 中國要在美的八個月追回八成多的落後 到底他能不能承諾就成問題了 所以特朗普在這方面一定有懷疑 前天這個白宮的貿易顧問 Piton Averro 納瓦羅 他就出來說 說這個貿易協議都玩完了 我相信他不是 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才說這句話 我相信這句話根本就是他們內部的研判 只不過他只是說出口 只是說漏了嘴 我相信特朗普本人也是這麼想的 但是他現階段不能夠宣佈 這句話變成廢字 因為對於他的選情是會不利的 這個此其一 第二就是 當這個 下貿易協定對於他的選情也沒有拉台作用的時候 他在競逐連任的時候就肯定是要變陣 所以就對於香港自治法開了綠燈 而他這個舉動對於選民來說 也是有一個期望落差的效果製造出來的 因為這一頭才political放了風聲 說特朗普按住不讓這個香港自治法通過 轉過頭就過了 好像使得那些人的期望 坐過山車 對於那些市民 對於那些選民 也是有一個新鮮感 其次的就是 他這個舉動同時就是對於前幕僚 波頓掛了一巴 波頓就說他 這個人根本上是做生意的 他不是真心為民主為人權 他只是懂得說 說的就是這樣 民主黨對特朗普也有類似的批評 現在特朗普一下子開了綠燈 其實就是對於這班人刮了一巴 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很大的操作空間 給他本人去發揮 而且是說在總統大選之前 他一定會有大動作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這個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不是說對於他的選情沒有幫助 而是他的重視程度比起以往一定是降低了 因為他也知道 無論他怎樣逼中國也好 中國一定就不會在今年11月之前 是會買到大量的產品 或者是按住那個時間那個的 比例來買回那麼多東西 他一定是拖自決 那麼你既然是明知道他在拖的時候 也都不能夠在這個時刻 廢止了這個協議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在其他的方面 來尋找出路 來盡量拉近那個民意的差距 來盡量拉近市民 選民的支持 因為經過了那麼多的民調之後 我想他第一次就可以說是fake news 連霍氏新聞自己做的民調 也知道 民意差距是在說雙位數字 也不需要再跟16年來比較 因為16年你是在野的身份 你的數字低一點 是無所謂的 現在已經做了四年 所以是不同的不可以直接跟四年前比較 而且差距是逐步擴大 喂 那時候是逐步收窄的 不過去到最後那一天 有九成人以為 希拉尼會贏 所以不需要再提四年前 要說回今天 好了 他現在那個民調 本來跟拜登是欠單位數字 後來就擴大到百分之十 現在就是百分之十四 總之每做一次民調 那個差距就是擴大一次 故此特朗普他也是非常急於去止血 而且就是要扭轉了劣勢 那怎樣做好呢 如果再說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怎樣可以幫到農民 選民 那些人已經未必是感受得到 以及麻木了 說得太多 啊 而且中國方面他基本上 到底出了多少錢去買貨 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他一定要是領域出路 而其中一條出路 就是香港自治法 因為他所附帶的制裁機制的門檻 真的很低 故此是給了特朗普 一個很大的操作空間 好了 至於他會怎樣去使用呢 暫時未知 也未有一個初步的所謂制裁對象的名單 諸如此類 暫時也未有一撇的 但是如果他要做事上來的時候 肯定就會是很快 因為時間就不等人的 他也不是剩下很多個月 可以給他扭轉的選情而已 所以要不就不啟動 一啟動就肯定會很快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